有很多不同的病人可以拿来检查脑伤对于外在行为的改变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是你的病人如果只有一边的大脑受伤了 什么样的病人会有只有一边的大脑受伤呢 有可能是你的中风 比如说很多很长时候是左脑的中风 因为你血管有阻塞的情况或是有cardiobascular的accident 或者是奇摩射真的没有在安全帽 所以你的着地的时候是左脑去撞到地面 所以你左脑受伤的情况比右脑来的严重 以及你有你的脑瘤tumor是长在你的左半脑的情况 所以这种三个很常见的情况下会造成你的左右半脑 有一边是失常的有一边是正常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观察你的失常的那一个大脑造成你在这几个受伤之后的影响或是表现是什么 所以说明一下当我今天说左脑受伤的时候 话叉叉 左脑受伤 但是指的是右脑是完整的哦 所以我说左脑受伤的病人会有语言表达的困难 这样的结论是在说左脑是跟语言表达的正相关 对不对 但是右脑是正常的 所以反过来 右脑受伤者是右脑要打叉叉 但是左脑功能是正常的 先来看一个非常经典的脑伤病人的研究 现在知道的讯息 是他们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有趣的作业 叫做Local Global Element Task 所以萤幕上你给他一个字卡 给病人一个字卡 这个字卡会有一个英文字母大写的 但是中间是由很多另外一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 所以比如说在左边第一档图里面 它的Global跟Local的Element分别是 Global大的面向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H 但是Local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F 所以由一个Local的F组成一个Global的H 所以同样的你可以试着去操作一件事情是 Global是H 但是小写的Local是L Local跟Global都是由H所组成的情况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来做一件事情是测试 左脑受伤或者是右脑受伤的病人 请他去念这个字 或者是重新再画这个字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你一定会想说这是什么实验 这会看到什么吗 各位这个结果还蛮惊人哦 如果你把单侧大脑受伤的病人 请他们来做刚刚那个Local Global的实验 所以我假定给他的字体材料 Global是M 但Local是一个Z 所以这个时候我请右脑受伤的病人 右脑受伤的病人 在一张纸上复制一下你看到这个字卡的样子 他就画下来 他会画成这个样的结果 但是如果你请左脑受伤的病人 但是右脑是正常的 去画这个Local Global Element的图 他会画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右脑受伤跟左脑受伤的病人 他们在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差别 这个结论实际上还蛮有趣的是 右脑受伤的病人 也就是左脑功能健全的人 左脑的功能似乎在观察比较细微的内容 小写的这个Z 因为它是Local Element 它是忽略的整体的面貌 所以反过来 左脑受伤的病人 也就是右脑正常 所以右脑正常的病人 他们右脑似乎只在做观察 Global的M的讯息 但是忽略了Local的Z的讯息 所以这是一个Double Dissociation的现象 左脑跟右脑似乎关注到不同的面向 左脑只关注在Local的Element Z 右脑似乎只关注在Global的Element 但是请注意 这个是一个语言的材料 它是一个英文字母所组成的 所以就有人试着要去用 如果今天这个结果是显著而正确的 我将这个使用的材料改成一般的物理图形 比如说我用一个长方形的Local Element 组成一个三角形的Global Element 再同样请右脑受伤的病人 还有左脑受伤的病人 再画一次图 是不是能够复制刚刚前一个用Z跟M 作为刺激材料的方式的结果 的确是这样 右脑受伤的病人 也就是左脑健全的 他只注意到Local Element 就是长方形 完全忽略到三角形 但是反过来 左脑受伤的病人 就是右脑健全的 他们似乎只注意到这个Global的三角形 但是忽略了小的正方形或长方形 所以这个结论其实很简单 当你纵观了这一张的结果跟上一张的结果 我可以跟各位说他们的结果发现 如果你的左脑 关注的是一个Local季节 你的右脑 事实上关注的是一个Global的讯息 他们似乎有一个非常功能不同的内容 刚刚那个Unilateral 单边的大脑受伤的讯息的病人 提供了这个有趣的结果 告诉我们 似乎左脑跟右脑的功能有点差异 那有另外一组 神经心理学的科学家 他们事实上用了一 观察到一个叫Split Brain Patient的结果 是后来拿到了诺贝尔生意奖 什么是Split Brain Patient呢 大家如果记得在第二张 大脑结构那一张我说 左脑跟右脑有一个神经纤维数 叫做Colbs-Colarsen 品质体是连接的 这个连接是一个非常大的神经纤维数 在影像上看到是全部都是亮白色 有一种病人是癫痫会发作的病人 当你今天发作的时候 他会整个人抽搐 然后可能会有死亡的情况 特别是他如果是刚好要过马路 他突然之间癫痫发作 他就倒在地上 然后车车转过去了 所以为了要让这样的癫痫病人 不会突然发生意外 有一种做法是 医生会将他的瓶子体给切掉 想让他打开他的脑壳 把这个病人的瓶子体 整个从中间切断 左脑跟右脑 不再是可以互相沟通的个体 变成是一个独立的导 但是这个情况下 他为什么要用在癫痫的病人身上 因为如果我今天清楚的知道 他癫痫发作的是他的左脑 当我把瓶子体切掉的同时 他癫痫发作的时候只会影响到左脑 他右脑的功能还溅在 他可能还可以醒着 而且可以应付突发的意外状况 所以切断品质体是一个不得已 可是是一个可以让它活下来的方法 但是你一旦切掉 左脑跟右脑就不能沟通了 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窗户 来观察左右两脑之间 本来是怎么沟通的 因为现在没有这个脚梁了 他都再也没有办法 有效率的沟通 所以这是一个称为叫 Split Brain 两个大脑之间是被切开的 所以Split 如果你去跟朋友吃饭 副帐 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要 各副各的 你可以说GoDodge 你可以说你要Split 的那个Bill 就是切一半的账单 所以这意思就是 将本来应该要各自 50%的内容切掉一半 这个实验就可以在 癫痫病人 但是他在正常 可以跟你讲话对话的时候 你可以请他来实验室做实验 这个时候他的 平支体已经被切掉了 就是他的左右两脑 事实上不能沟通 所以你可以请他坐在 电脑荧幕前面 给他看电脑荧幕 呈现在左边视野 或者是右边视野的各种 刺激材料 从蚊子到脸孔 然后观察 这一个人的反应是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大脑的功能是什么 你的左视野看到的讯息 虽然被两个眼球都看到了 可是左视野的讯息只会投射到 你的右边的整页去做处理 反过来你右视野的讯息 只会投射到你的左边脑袋的视觉区去处理 所以当你今天给一个裂脑病人 Split Brain中文叫裂脑病人 呈现一个在左视野的英文单字的时候 只有这个裂脑病人的右边脑袋会看到 或者是读到这个字的讯息 他的左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平支体被切掉了 所以你的看到了这个Boy这个字 事实上没有办法 资讯传到左边去做处理 所以他的左脑事实上是什么都没看到 也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 所以我再将这个情况稍微用这个图描述一次 但你是一个正常人的情况 就像各位 我们这个样子 你的左边如果给你 左边的视野 给你看到一个黄色的方块 这个时候你的眼睛看到这个黄色方块 但是左视野的讯息 只会投射到你右边的脑袋的视觉皮图去处理 但是当他看到的同时 他很快的又将资讯 藉由品质体传到你的左脑去 所以这时候你的前面有个Blocularia 是语言表达重要的功能的区域 所以当我问你说你看到什么 你事实上你的左脑已经接收到 借由偏知体而来的右脑的讯息 你就会跟我说是个黄色的方块 想象一下当你是Spirit Brain Patient 裂脑病人被 偏知体被切断了 你仍然看到一个黄色的方块在左视野 这个时候讯息被你右脑的视觉皮图去看到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传到这边来 只有右脑看到这个黄色的方块 所以当我问你说这个是你看到什么 事实上你的左脑是像白痴一样就是我没有收到右脑来的讯息 所以左脑事实上是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 他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所以反过来呢 如果今天我给你看的黄色方块是在你的右视野 这个时候右视野的讯息会到你左边的整页来做处理 虽然偏知体已经切断了 可是刚好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在右视野 是左脑所处理的 而左脑又是语言表达的区域 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困难告诉我 这是一个黄色方块 因为这个讯息被左脑看到之后 它马上传到同样这一侧的左边的Broker Area 去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去报告出你在右视野看到一个黄色的方块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你的讯息不需要借由品质体传到右边的大脑去处理 所以重点来了 这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大脑资源来处理的一个POINT片 但是请大家跟着我 我会把它解释得清楚 这是一个裂脑病人 心理学家 神经心理学家做了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是请它在电脑荧幕前面的同时 左边视野跟右边视野呈现两个不一样的字 同时很快地在100毫秒出现又消失 所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荧幕呈现左视野是一个Key 右视野是一个Ring的同时 这两个讯息事实上分别进入到对侧的大脑皮质区去处理了 所以左视野的Key被右脑的整页区看到Key 右视野的Ring被你左脑的整页看到的Ring 所以他只会说他看到Ring 所以问他你还没有看到别的字 他就说没有了 因为他的左脑只有看到了Ring这个字 但是如果我问这个病人说 在电脑荧幕后面有一群工具 有一堆工具 请你用你的左手去随便摸一下 在眼睛没有看到的情况下 用手去后面摸 你觉得你摸到什么样的东西 是你刚刚荧幕上看到的这个字 请你找出来给我 他就会很清楚地摸到了一个Key 左手 因为他的左手有他的右脑控制 他的右脑事实上只看到了Key 而没有看到Ring 所以你在问他说 你可不可以再摸别的东西 除了Key之外还有吗 明明这里有一个戒指 他就摸过去 他也不知道他曾经看过Ring这个字 因为他的右脑只收到Key的讯息 没有Ring 所以你就会觉得 这个病人为什么说的跟你摸的不一样啊 所以你就问他说 这位同学 你刚刚我问你说你看到什么 你说Ring 那我请你去摸一个你看到的东西 你又拿到了Key 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然后这个同学就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样很正常 这个时候因为他的左脑脑不能够沟通 所以他没办法合理化地解释他自己的行为 他就会在一个各说各话的情况 因为左脑跟右脑这时候是不能沟通的 但是这个实验看到你左脑跟右脑各自控制了不同面向的资讯 左脑是控制了语言的能力 右脑是控制了物体的形态 所以这种实验事实上得到诺贝尔森医奖的 因为他们发现了 左脑跟右脑的功能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他们当然可以继续往下做一些有趣的实验 比如说这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实验 一个练脑病人 你请他看一前一后出现的英文单字 但是都只呈现在左视野 请他看到那个LVF 这是指Left Visual Field 左边的视野 所以他给他很快地看100毫秒的Pen 100毫秒的Water 所以这是一个锅子跟一个水 所以这个时候 一前一后看到的字 只有他的右脑有收到 对不对 左脑是不知道的 因为在这个情况下 左脑右视野事实上是一片空白 所以他左脑收到的就是一片空白的内容 但是这个时候 当你看完锅子跟水之后 请这个人 这个练脑病人 在一群图片中 用他的左手 左手是被右脑控制 左手按哪一个出现的图片 跟你刚刚看到右脑看到的内容 是有高度相关的 各位觉得你看到锅子跟水的时候 你应该在这四个图案中选哪一个 你会选第一个锅子有鱼的请举手 没有 你去河边钓鱼的 没有 你会选一个煮沸的开水的 好 先放下 最后一个 有人在洗澡 不会 正确的答案是 你如果是一个正常人 你应该会选的是 锅子里面是一个煮沸的开水 因为这比较符合你刚刚看到锅子跟水整合的结果 但是这时候练脑病人的右脑 收到了锅子跟水 他事实上选了一个错误的答案 提供了一个解释就是 右脑是一个推理能力很差的人 右脑没有办法从你已知的线索中做一个逻辑的推论 他只会就是论是到 他觉得有锅子我就说锅子 他不会去整合锅子跟水所整合的意义 逻辑推理之后的结论应该是比较类似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右脑是一个不善于逻辑推理的大脑 从这个实验中你可以看得出来 右脑有它的缺点 所以这个是从诺贝尔德奖的实验室中 他们请一个电脑病人来实验室做的一个实验 等一下会看到这个病人很惊人的 因为他的左脑跟右脑之间不能沟通了 所以他的左手跟右手可以分别化出不同的图形 而没有任何的阻碍 因为他的两脑之间不沟通的 左脑控制右手 右脑控制左手 所以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帮助或是干扰 他就能做得很好 他等一下曾经我刚刚跟大家解释的 他给他看一个萤幕 左视野跟右视野分别投射不同的字 然后问他看到什么 或者是用手去摸他刚刚看到什么 所以刚刚那些从动物到人类脑伤 动物的模型你是主动的将他的大脑特定脑区的组织给破坏掉 人类脑伤你是被动的等待这个人被手术 或者是车祸受伤或中风 来到诊间的时候你才在测试他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主动制造一个人工的受伤区域 然后可以观察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现在有一个非侵入性的脑罩语仪器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只能到TMS 它可以制造出一个人工的离巡的区域 这个装置是这样子的 它是一个可以产生一个Temporary 暂时的Focal是一个固定的区域 集中的区域 然后借由一个很强的磁场所造成的磁场刺激 必须暂时的去抑制它或者是去兴奋它这个区域 所以它需要产生磁场 就必须设计某些设备可以让磁场的区域可以集中 因为它要集中自己在某个特定的脑区 比如说你的视觉皮质区 或者是你的运动皮质区 所以它必须设计一个扣油 就是一个回圈或线圈 所以可能会长得像一个棒棒糖的形式 所以它可以设计比如说电流流过的时候 集中在磁场输出的区域 是一个很集中的面积上面 你就可以拿这个来进行实验 所以你可以很快地去改变那个电流 产生一个磁场 比如说电流有或没有 有或没有 你磁场就可以有出现磁场 没有磁场 有磁场或没有磁场 你就可以控制磁场出现的那个间隔 如果能够符合神经元活动的模型 你如果有控制适当的时间出现磁场 你就能够调控神经元的活动 所以它用这个方式来控制它 我们来看设备 所以它设备其实不困难 它只是一个电流的产生器 然后这个电脑是 有一些等下我会说会 知道你要使用TMS的区域 我们通常说TMS打在哪里 所以我们用打这个字 并不说有人真的敲了你一下 而是说这个电流 这个磁场所固定 或是作用的区域在哪里 所以他们设计了很多扣油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圆圈的扣油 所以这个黑色线指的是 电流进来绕了一圈 所以如果你记得右手定则 你电流跟磁场是相反的 所以这样子的圆形的扣油 磁场如果是这样找 这样子旋转的话 它的电流应该是从荧幕出来 在这个最强的磁场 应该是在这个正中间 对吧 大家如果知道电磁的原理 但如果你是一个八字形的扣油 转一圈 磁场是在这个中间是一个最强的情况 以及你可以设计一个符合头的头型 就是这个东西给照在你的头上 然后电流经过这个八字形 它会集中在这个最中间的地方 有个磁场会出现 一般的实验 就像做脑电波的实验 搜索坐在电脑荧幕前面 在它后面有一个实验的人 拿着这个电流产生的扣油 会有磁场 所以它可以去 先去确定这个人的头的 比如说视觉皮质区在哪里 运动皮质区在哪里 然后我进去定位出 在磁场的最中间的地方 是运动皮质区的中心 我就给它施予一个磁场的刺激 去暂时抑制运动皮质区的功能 或者是促进运动皮质区的功能 观看你的磁场 释放的频率 或者是那个效率有多高 所以你需要让这个收入者 在一个3D的立体定位仪中 先确定他的 这个人的影像 我现在如果要 确定用TMS 作用或打的区域 是一个右边的 运动皮质区 或是右边的 Pleotor Lobe 你必须要精确地定位这个人 这个区域就是他的 特定的区域 所以你需要用 解剖影像的协助 因为每个人的头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要去定位它 所以这是一个单圈的扣油 当电流这样进来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focal的磁场 会作用在这个区域 所以你就可以观察 这个区域的大脑皮质 被抑制 或者是被兴奋的时候 这个人可不可以 比如说唱一首完整的歌 或者是面对荧幕 做一些color wash through task 面对要念的字是颜色 还是意思 去做出判断的时候 你的表现是什么 你就可以暂时的制造出一个脑伤的短暂情境 藉由这个磁场的发生 所以磁场的发生的同时 你的大脑的区域的功能 会暂时的被兴奋 或是被暂时的抑制 你来观察它 那当磁场消失的时候 你的大脑神经元又回复到原来的功能 就没有任何的干扰了 我们来看一个TMS的实际的结果 这是刚刚那位记者 那个去参观过练脑病人的那个记者 他又来看看TMS有多么恐怖 所以他自己来参加这个实验 所以我必须说这个实验有一个control condition 就是你就很多人是听到 他就有紧张就停了 所以他有一个control condition是 当他不要把那个扣油放在运动皮质区 就是他有想要研究的这个脑区 比如说放在另外一个不相干的区域 也同样有叨叨的声音 也同样来看这个人的表现 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实验的情境 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打TMS 以及在一个跟你的实验无关的区域打TMS 比较之间的差别 或是你的行为表现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是 在一个纵轴是一个正确率 然后横轴是你TMS所施行的时间 这个0是TMS所施行的时间的时候 当你打了大概TMS 打上去之后大概80毫秒 80毫秒哦 0.08秒的时候 你的表现就会下降了 因为这个时候 他所作用的脑区 比如说视觉区已经干扰到你 可不可以正确判断出这个字 是一个有母音的英文字母 或者是一个子音的英文字母 所以在你完全可以看得到这个字的形态上 你就无法辨识出这个字 是不是有母音的成分 我不是TMS的专家 所以我没办法回答你 他到底安全性如何 但是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 事实上目前已经有非常强烈的证据指出 TMS可以做很多超过FMI可以做的事情 他有一些TMS应该要注意的细节 就是说 它的磁场的刺激事实上是相对的轻微的 在很多情况下 你刺激你的大脑 事实上包括想象或是喝东西 比如说你没事昨天往上酗酒 这个对你大脑的伤害比TMS还来得大 可是你都觉得这没什么 所以它TMS实验事实上 并不是一件让你觉得很惊心的事情 可能只是在声音上让你觉得不舒服 但是事实上TMS是一个非常安全的 但是对于你是Epsilepsy 就是你是有癫痫的病人 你是不能做的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TMS 事实上在哪一个特定的区域 会突然之间让你的癫痫发作爆发 因为你是一个 有点像磁场去侵入神经元原来的功能 所以也有可能会误触 你会产生癫痫的某些特定的区域 所以到底要施行多强的磁场强度 可以进行多久 事实上目前都有guidline 也就是FDA所确定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对人体是完全无语的 所以TMS的实验都会按照这样的逻辑去设计 你所要测试的大脑功能 跟它的认知作业 还有一些比如说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看的 如果你是一个严重忧郁症的病人 事实上目前的TMS 可以让你稍微的减轻忧郁的痛苦 那我先说TMS有些优点 优点就是它Fairly Non-Invasive 就是你觉得它好像有侵入 可是事实上因为不会打开你脑壳 所以你事实上这个研究工具 还是被归类为是非侵入性的神经噪引机器 它也是一个artificial lesion 但是它事实上比FMI更强大 是它可以看到causality 这个区域的磁场的抑制 会造成你外显行为的改变 它比FMI更直接的侦测到 一个特定区域所影响的心理跟认知功能 所以这个另外一个优点是 这个效果是短暂的 它并不会造成你大脑组织 或结构永久性的改变 而且有趣的是TMS事实上 是一个非常focal非常小的区域 它可以因为你扣油的设计 可以只设计到这个磁场的最强的强度 是在一个一平方公分的范围 所以你可以很精确的看到 在大脑皮质表面一公分 你想要知道这个区域 是不是有特定的认知作业 跟它有关 你就可以缩小到一平方公分的范围去测试它 然后你也可以测试 比如Functional Integration 你可以同时在两个不同的脑区 看他们之间的连结 这也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范围 它的缺点就是 有些人会报告一个轻微的头痛 在我做完这个实验之后 他觉得回去好像头晕晕的 但是我们会认为 这是一个心理效果 比较强的情况 以及 它因为是一个磁场 所以随着距离的增加 磁场的效应就会递减 所以当你今天 大脑皮质只要是 深的厚度 厚度超过两公分的范围的 大脑皮质 我们就会认为 TMS对这个区域 比较深的区域 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所以它就会让你的研究议题受限 比如说我想要研究 就刚刚我所提的 Hibocampus海马回对记忆或是空间感的能力 TMS就完全束手无策 因为海马回的区域是在大脑非常深处 它不是你的磁场所能够远距所达到的距离 所以TMS的研究实际上没有办法知道Hibocampus跟Spatial Navigation的关系 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 最后我要给大家看一个TMS的Therapy 因为这事实上是在 如果你接下来能够慢慢走到领统医学的领域去的话 你会知道除了depression 还有很多精神疾病都可以用TMS 我在这一张实际上给了大家一个补充教材 叫做量身微调你的大脑 所以阮启隆老师是现在中央认知神经科研究所的讲座教授 他是台湾TMS的权威 他们的实验室现在在做一个跨过刚刚你看到depression的范围 他们是要套在正常人身上 也就是说如果我知道你的大脑哪些区域 跟某个特定的认识功能有关 我用TMS去促进它 是不是就能够让你表现比较好 举个例子 如果你的数学能力不佳 你的parietal lobe事实上跟你的数学表达能力或处理运算有关 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安全范围的TMS的刺激方式 一周五天去支持你的顶业 你的数学能力的能力 performance会不会增加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酷的商机 各位这是真的 所以如果你去查一下文献 TMS在学术研究上会让某些低表现的小孩 大人 当你刺激一个特定 我们已经在FMI或是Neuro Imaging Technique上 已经知道这个区域跟那个认识功能有高度相关 你是可以使用TMS在一个合理而安全的范围之内 去增加你的行为表现跟原来比较不足的能力 这是不是一个可以缩短贫富差距的方法 如果它是一个安全的方式 你觉得它可以用在一般的小孩身上吗 如果今天学习障碍的小孩 是因为大脑的某个功能不佳 我用TMS就可以增加它这个大脑某个功能的能力 是不是就可以让它赶上同才的学习标准 它就可以突破它本来的学习困境 在生理上的限制 就能够借由TMS去增加它 所以这个文章是在讨论 目前用TMS以外的其他工具 是不是有可能达到我刚刚说的 促进人类心智福祉的这个概念 而且在一个安全的范围 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可行的 总比吃药好吧 各位 有些人会用吃药的方式来增强自己的 比如说特定的认识功能能力 那这事实上是一个吃进去的东西 对你来说是有个负作用 比如说你有一个忧郁症的情况 或者是产生幻听 或者是非常亢奋的情形 对你整个人体的生理 事实上是有负面的影响 但是TMS可能是一个安全的范围 可以让你适度的增加你的行为能力 数学的或者是某些记忆的能力 这是可行的 所以最后我要用这个图来总结一下 第三章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内容 因为我们讨论到三种不同的研究工具 这个图很清楚的告诉各位三种模式 电生里的脑造影的 以及用TMS的方式 它们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这个优缺点用横轴的时间 它们能够精确量到的是一个 从毫秒的层次 一秒用分钟一小时或一整天 以及纵轴的空间的层次 你所量测到的是一个单一神经元的dendrite 或是neuron 或是一群神经元的layer 或者是map 或者是整颗大脑 所以大家找一下 我们的TMS是这个绿色的 墨绿色的框 它可以让你侦测到大脑功能的范围 是落在minisecond到second的层次 因为它的磁场可以 很短暂的时间 也可以很长 但是它所量测的是一个 一个millimeter左右 所以它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那function mi呢 这个橘色的区域 因为它是一个血氧浓度的 变化 所以它的时间事实上比较慢 大概一分钟到一个小时 但是它所能够观测的 大脑的范围 是一个还蛮高的空间解析度 大概是一个minimeter的长度 在single neuron recording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空间解析度 因为你可以在neuron的层次 去做这件事情 你也可以让这个neuron活化 minisecond到几个小时 但是它是一个侵入式的研究方法 你不可能在人类身上运用它 以及ERP 在左上角这个红色的 mg跟ERP 它们有非常非常好的时间解析度 是在几个minisecond 这个是10的-3次方 所以是非常小的一个范围 所以但是它们的空间解析度很差 因为它是整体的神经元的 summension的结果 所以量测的结果 实际上不能够知道 是哪一个特定的脑区 或是哪一个特定的神经回落 所造成这个脑电波的结果 所以它有非常好的时间解析度 可是空间的解析度是非常差的 所以这个图很快地解释了一下 全部目前所能够用的 神经科学的研究工具 优点跟缺点在哪里 所以当你要设计一个实验的研究 脑的功能的时候 想一下你的议题 是想要尽量知道 在不同的时间点 神经系统做了什么事情 还是在不同的脑区 不同的区域 大脑神经的功能 有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有什么样的连结 使用不同的工具来研究你的议题 而不是用工具本身去限缩 你所要探讨的内容 所以像我的实验室 我们就还是使用了MVG跟ERP 还有FMI 这一个比较多样化的工具 来研究很多不同的议题 而不会只局限在 我的实验室只研究某一个特定的 比如说注意力 或者是决策 我们事实上是一个 比较使用不同的 神经照应仪器 研究的实验室 所以请大家记得 今天我跟大家说了 当你的动物模型 你的人类 以及最后使用一个TMS的 研究取向 你可以知道的Lition Brain 提供给你什么样 大脑科学的讯息 去好好的利用它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做FMI的实验 或ERP的实验 也许不要先去急着读 FMI或ERP的实验的文献 先来看看在人类的 神经心理学 就是这个脑伤的领域 有什么样的发现 从这发现中去寻找 可能的线索 去作为你科学研究的 假设的基础 因为这个面向 事实上提供了很多 Cosality的讯息 可以帮助你在设计 FMI或EEG 脑电波的实验的时候 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